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 fence 李宗盛 黎桑都要做 李宗盛 李宗盛 例如套录的对象? 对象你不敢讲 不是个isée understood 大家都很感兴趣吗?小鲜肉们 你们感兴趣吗? 优糖吸了雾霾都比较甜 所以不会在小伙子面前说对小鲜肉感兴趣的 大家知道巴西上都有谁吗? 毛气 都知道 毕竟都是灯台的人 有这么多女孩子 我也很开心 那你就不敢说 大头套路前辈 那你作为后辈有套路过前辈吗? 自然而然 低调晒了 这就是深深的套路 自然而然就套路不到 前辈点外卖 前辈你微信多少我转账给你 这样的方法 但是我知道大头他真的体现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 我有一次去他房间的时候他说送给我那个钥匙圈 全都是Q版的大哥 全都是 谢谢 谢谢 带个铁匙送给我 还有今天不是大头专门骑自行车 骑了很远到那个豹师傅 给那个绵羊买了 对 就你大早 刚才 没有就刚才握手会结束之后 就是很辛苦我们都在休息 大头骑着在这里 我心里 两人骑车跨跨跨跨骑 我觉得很辛苦 我觉得你比较辛苦 那你是买给谁的呢? 你就是去陪我去的 他就是单纯陪他 太单纯了 他都是有目的性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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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造数人 我也想 加爱 加爱 带高师傅 现在不要狠眼了 走 你为什么 你这时候买的时候 不告诉我 就好像只有你有前辈 他是在乎自己喜欢的人 那我还没有买礼物 又躺有什么便宜 有好看的东西 珠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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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蹄过不了安姐 对 有什么可以带飞机 有什么可以带飞机上的吗 那你 可以不用 没事 不用了 不用给加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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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给加爱买呢 我也没给加爱买 好可疑 这样吧 下次我们一起去房间 我说我送你一个礼物 他叫吕依依依 你说你送他一个礼物 叫吕金 好不好 我开始以为 没有后半句话 我想你要入错半句话 才是重点 你知道吗 虽然其实你已经不用送 因为我已经是他的 虽然 但是他不一定这么以为 对 对对对 想太多年轻人了 有没有墨镜啊 好难过 今天的光芒有点刺眼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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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新闻你有背后背套路吗 没有啊 那你有想套路前辈吗 套路不到啊 套路不到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忍心 你不舍得花钱买报师傅 对 那可是其实单说 或者是 或者比如说上次我在 就是我在先天音旁边 就是央视的时候 不是有个后背去套路先天音啊 说前辈我可不可以给你拍照 然后就在旁边一直在 然后再 哎 然后有个后背就跟我来说 前辈跟我合张照吧 哈哈 这样也可以 没出息 好懂 就一直在旁边 旁边绕我说 你一起真好 你应该在 哎 怎么没有小鲜肉呀 哎小鲜肉都去哪了 哎小鲜肉都去哪了 哎小鲜肉就好 就好 没有人跟我一起拍呢 对对对 说哎呀这个镜头里有 只有我写的 有点单薄 对 学会了学会了 对 那 那 那天一呢 就是有一次 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是 四月 出道 首演 就是 一 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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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我们去吃孩子捞 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林一鸣怎么了 然后就是我和王嘉玲就一直很关注 异队的那个 儿子交合 因为我觉得 怎么了呢 怎么了 对 他说话就是 怎么说我也学不会 然后就 好 来来来来来 你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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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果 鈴 三组 三组 一 二 二 三 二 五 三 要祈祷出我吧 成江河 反正 最好成江河是会给自己喊call 真的一讲到异队的都兴奋了起来 我其实只是为了看下面 然后刚好上一场有我们 就随便看一看 一讲异队的都有人从厕所回来了 就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巧 这不重要 就是主要就是 不知道他俩干什么 就在那个微博上 他俩私信开始说 然后正好我和林依宁还帮他挨着 然后林依宁就给成江河发语音 就说汪嘉宁和谢天一 特别喜欢你 然后成江河就回来一条语音说 啊真的吗他们是七七吗 好 好厉害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在旁边 听了之后有点好笑 然后我们就让林依宁回 他说是 然后他说啊那好吧那我去看一下 然后过了一会他回来一条语音说 天呐他们是四七的前辈吗 我的天呐 然后说啊太好了那我去关注他们 呃其实就一开始 我是很想关注他的 但由于是前辈 因为我拉不下脸 因为他没有关注我 他没有关注我我就不好 就觉得 呃再等等 然后那天之后 你看他关注你 天呐他关注我了 我的天呐 结果他那个语音很好笑 天呐 起不来 你觉得 然后 然后 然后他说 这人可丢大了 嗯 然后就 然后好像没有再见面 那天见了一下 现在现在 就磨磨的走过去了 等我可以稍微等一下 不是现在这人丢的更大了 大家都知道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他现在要不要去嘲笑他 嗯 好了 结果人家今天上场 哈哈哈哈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今天今天一上场 人家天呐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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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很了解哦 哦真的 你们怎么那么了解呢 没有了解 哈哈 那你在这干什么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那支 这两张 demonstration怎么回事啊 对 总的你们觉得我们被แ昊 MC Morris走 都说了不要生气嘛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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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好好好 你来 但是我还有说吗 我可是 我可是通宵给Kiki 剪视频的人 这个人喜欢Kiki 喜欢到一种不得了的境界 而且当时他还 在拍总选公主披风的 MV在国外 你别晃 你干什么 他还是很感动的 齐靖 我又有讨厌你了 你是不是有多动静 太帅了 而且齐靖这个人 只要我跟Kiki 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北京 来开巡演之类的 他就会说 先慰问我 慰问完我之后就说 请照顾好我的许佳琪 她们握手会都是这样子的 真的 新闻 帮我跟谁谁谁问好 然后照面帮我跟谁谁谁问好 可多了什么 都是这样的 我那天在上海送鸡的时候 还有人朝我喊帮我照顾好 谁谁谁 我也有啊 帮我跟孙杉问好 那你有问好吗 我没碰到他 孙杉你好 那 你们怎么都这么了不起 晨晨 晨晨应该有后背套路你吧 我昨天在晨晨房间看到了那个后背的蛋糕 那你为什么要推我呢 那你为什么会在晨晨房间吃呢 我让孙杉带给他的 你们关系好复杂 那个后背有点喜欢我 他就给我切了超级大一块 然后我就又吃不完 借花献福 然后去套路一下他们 是这样 你们的现在的后背真乱 因为又不小心喜欢上了一个人 什么 你又不说 我很想知道 你又不说 又不能说是吗 可以说 可以说说 我昨天吃了蛋糕 所以呢你们不知道吗 知道蛋糕 他们不知道是谁吗 哎呀就是今天要过生日公演的那个吗 哦 哦 真的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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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就是名字里有一个字是一样的嘛 然后他可能就比较喜欢我 你叫什么来着 啊 啊 我叫什么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来来来 杨玉成 我是一个就是北广的同期 然后没见过 然后那天 徐婉宇就带着他过来说 杨玉成他想加你微信 然后我说好啊 然后他比我矮 矮好多 他就这样 矮和容不容不容 就这样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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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好漂亮啊 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抱你吗 然后我们俩抱的话就 你配合我一下 再矮一点 矮一点 快再一点 没有那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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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人家会生气的 就拍是这样子 就整个人就能贴到我 有 什么都没有感受到 放心吧 就是当时在就是我们出那个五四的外务的时候 正好是一组 然后他们两个真的 姚依纯跟那个同期排在我背后 然后我前面是灰灰 我跟灰灰聊天 我每一次一回头 就看到姚依纯跟他们 就这样望着我 你知道我内心那种感受是怎么样的吗 就是 就忍不住很想拿出齐心的表情包来原谅他 你真的啊 好烦哦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你还没说呢 姚依纯还没说完呢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是谁啊 是 陈雅玉 就是真的很微妙 因为 因为 纯串好像比亚裕小 然后呢 但是他们两个的身高又有那种 身高差 然后 就是真的 就是又很微妙 但是又莫名的觉得 这一对还是挺萌的 莫名觉得姚依纯的风气十足 就因为身高 你很帅啊 好好好 口口音 你认真的说一个 不要太帅 对对对 认真的说一个 对对对对 不用太认真 对对对 我还没有后背套路 那你 那不是有前辈套路吗 前辈 前辈我也 前辈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刻意 特别主动的 哦原来是这样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就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跟前辈 跟前辈之间有一种莫名的那种死场 然后就 你们叫无形的晒最为可怕 你知道吗 我在 你在说谁啊 对 别翻白眼 下了下了下了 就这一次不是 也是过来跟那个前 AX队的前辈们一起出外物 然后我昨天晚上想发微博 我想了很久 我凑不起一个九宫阁 是因为我一翻手机 我发现全是跟大米前辈的合照 就是挑 怎么样呢 拖不出其他人的 因为他和我招待 就是 就是莫名的就有一种那种磁场 就没有刻意的说很想去套路 哎 这样说好像也不对啊 你不会 就是 就莫名的就是 很多北广的后辈去找前辈们合照的时候 当时我跟大米前辈在后边走 然后大米前辈说 哇 这个后辈找他们合照 然后我这边 我有的 肖牌锦找我合照的 搞得谁没有一样 想看 发出来 因为就是肖牌锦他找我合照 当然在他手机里 然后后来 他为什么不发呢 然后他发了呀 你为什么怎么抢单 你反应好快 我还没来得及说 就是后来 然后我就说 我相信你的 你随便批批磨个皮就好 然后他说 没有没有 前辈我发给你 你批一下吧 我说没关系 我相信你的 他说 其实我是想要一下你微信 然后发给你 我说 原来是这样的 他说 我说你好套路 他说 因为我以前的前辈是这么套路我的 我学到了 原来大家都这样 对 这是我的套路也是跟前辈学的 对 你和真的很乱 你知道吗 对 我的套路也是跟X对的前辈学的 是跟前辈 王树前辈学的 那你学对人了 真的学对人了 对 不然怎么说我呢 好吓人 好吓人 可可一下子 好我不说了 对 不用怕他 他其实跟那个 光树肯定没什么关系 当刚才就喊Q的时候 他Ready go 然后下面一句都没跟上 你知道吗 他就喊了一个 起了个头 下面可能都是伪范 你知道吗 不用太怕 都是群演 对 都是群演 因为剧场没有给他们发猪蹄 他们不肯喊 要我们买给他们 但是我们没有钱 贫穷偶像 对 那接下来请下一组的小伙伴们 请大家吃猪蹄吧 谢谢 谢谢 谢谢